熊猫即由林宜如与马龙比赛来说明如何判断对手发球。 判断发球的口诀先给大家拍,锯,球,走,谨记四字口诀。 为什么熊猫选择从判断发球技巧开始说明呢? 熊猫的想法,先知道对手是怎么判断自己发球的旋转方向,才能找出好的发球方法。 如果看完影片后的球友发现熊猫发球旋转,请不要反手引爆熊猫,不然熊猫只能抱竹子甩四壁了。 第一种判断方法,拍,也是目前许多人判断的唯一方法。 判断发球者碰到球的当下的拍面来进行判断,球旋转方向。 这种方法已经可以判断出60%的球友发球了。 但是这种判断方式,如果碰到对发球有研究的球友,那就会被碰到哭出来。 以下影片让大家看一下,熊猫碰过的对手中,就有擅长透过发球时快速切换拍面。 放慢一倍,让大家研究。 放慢一倍,让大家研究。 大家看出来了吗? 熊猫在正常速度是不太好分辨,所以我们需要增加一些判断机制。 第二种判断方法,即发球后落桌后,第一跳与第二跳的距离,因为下旋球对于乒乓球来说具有刷车的功能。 既有马龙发下旋球,给我们看,确实可以感觉到减速。 林云如漂亮的反手拧拉球。 林云如发侧上旋,让我们看一下,一跳与二跳间距离进行比较。 各位看出来了吗?是不是能分辨了? 第三种判断方法,球。 球落桌后,球标的旋转方向很重要哦,大家注意了。 如果是下旋球或侧旋球,可以感觉到球标是会旋转的。 而空球时,球标时几乎是禁止的。 这样子就可以分辨球是转还是不转,如果动态势力好一点,甚至能分辨旋转方向。 第四种判断方法走。 对手发球后,二跳落在自己桌上,是往前走,还是停住。 我们请云如帮我们示范侧上旋。 如果是侧上旋,球在二跳时会加速往前走。 请马龙示范,如果是侧下旋,球在二跳时会减速。 谢谢大家,把影片看在这边,请帮我订阅以鼓励哦。 te竟均oupe。 ениюixel达。